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恩導師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太陽公公 然後感恩營運長還有香菱姐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共振 感恩 大家下午好 對 那在講遊覽車接引之前 我先想一下我是怎麼進來超馬的 對 就是當初其實我在進來超馬之前啊 那時候我自己開始有想要修行 然後也有想要當志工 那當我對就是在 我就想修行這樣 然後我也在網路上找訊息 可是呢 就好像也沒找到什麼 但是某天呢 我就是在停等紅燈的時候 我就收到超馬家人在發療癒權利 那當下其實我的念想就是 我就給人家拿書 讓人家可以早一點回家休息 那我也不曉得那是什麼 但是後來我就拿回家 那我記得呢 拿回家以後 我第一天看那一本那個療癒權利 就是2022年的12月27號 那為什麼我這麼記得這一天 因為後來我回想 我對發票 這天有中獎 所以這個日子我就會特別記得 對 那12月27號拿到這本書以後呢 我29號我就主動走到課室 因為我看了這本書我覺得非常感動 它確實就是打動我的靈魂了 對 所以我就想要進課室 趕快要去拿到超級生命名碼這一本書 那那時候我遇到的是 應該是Stanley大哥的基因會 然後是莉莉姐在上課 那我去的時候 其實我東張西望 我根本就不曉得怎麼找誰講話或是要輸 那後來莉莉姐就起來跟我對話 那那時候所以後來隔天呢 就是莉莉姐也很積極的 就把超級生命密碼 還有千年職約 幸福跟著來的書 就送給我看這樣 那我也很快就趕快看書 看書看著看著 接著就到2023年的1月3號了 就是富有交流會 營運長主持的富有交流會 那時候就營運長請美人學姐接待我 那時候對 當天其實我也是在觀察著大家 就是你們這團體在做什麼 然後我覺得就是唱歌嘛 然後讀書 感覺氛圍都還不錯 那當然就是課程結束以後 我就也跟著美人學姐走到捷運站 那其實我很感動 那時候美人學姐有問了我說 為什麼我想要就是學習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她問我這樣以後 我們在捷運站其實我真的就是 就是感動的流淚的啊 對 因為其實人生有 就是有過不去的款項 想要過這樣子 然後 好 那所以自己其實呢 真的就也就這樣一路的學習 然後後來我講一下說 那時候我開始進來做超馬的志工 我的就是第一場志工就是 二一南湖國小的那個志工 那時候我就是報名想要當志工嘛 那我那時候安排的就是 場部主要打氣球 那其實我很害怕氣球耶 可是後來因為這樣子 就是打著打著 我竟然就變成打氣球高手 我不怕害怕氣球砰 對 就覺得當超馬志工其實蠻有趣的 然後接著就到311在Y17那一場 那那一場我就是主動報名說我想要當志工 那我就被安排在醫護主 那其實這一場的這個讓我有很深的體悟喔 就是 因為那時候才疫情剛結束沒多久嘛 所以大家都是戴著口罩 然後需要酒精消毒這樣子 然後自己就是醫護主嘛 所以每個人就是來到你面前 然後呢 當然我們要發揮志工的那個 雖然戴著口罩 可是也要延師嘛 也要笑 態度也要好 歡迎人家來參加 然後他就手這樣子給你 你就給他噴酒精 對 那其實這樣的感覺 讓我覺得說 失比受更有福 也就是說 在那一場的那個志工裡 我體悟到的是 失比受更有福 因為我會覺得 欸我要來當志工 然後我這樣服務著他們 他們也很謝謝我 然後我當的也很發喜 那從此以後我就期許自己 可以成為是給予的人 對 好 那這是我311志工那一場的體悟 就是每次的志工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就是學到 學到不同的 事務這樣子 好 然後 再來啊 接著就這樣子一路嘛 去年2023年總共有五場大型的課程 那 其實 好 其實呢 那個課程就這樣一直一路沿路進展嘛 那我最記得的是在311那一場的時候 學姐就有說 欸你可以參加那個金鑽成真的課程 那其實我也很好奇 金鑽成課 這一場課程到底在上什麼 然後 當我上的時候我就發現 蛤 這一場竟然還要做功課欸 我竟然繳錢要來做功課欸 我竟然繳錢要來做功課欸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不懂 然後 後來我也沒關係 就是聽話照做 然後那個功課是什麼 就是ecell表 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就是發書發多少本 然後你跟人家流賴或是什麼什麼 然後 因為這一場的課程以後啊 就是 確實把我從一開始 我可能發書 我真的發五本 我就發不下去 我就想要逃跑 結果後來上完這一堂課以後 我就是設定 我自己一個月要發一千本 然後 除了這一千本以外呢 就是 我要再拿抄馬的書去跟別人結緣 那因為這樣子 就是把我一個 渡人的這個火候給提升了 然後 後來接下來的每一場 就是 我都期許自己 在兩天的課程 我要渡十到二十個人 來參加音樂會 然後來參加隔天的課程 那這樣渡著渡著啊 我不曉得大家覺得 渡人容不容易 不容易對不對 我也覺得我很卡關了啊 那怎麼辦 卡關怎麼辦 我就要想辦法 那我就想說 欸 有學姐講說可以 接引遊覽車欸 對 那接引遊覽車我想說 那怎麼接引 所以 好 我就又主動去找了個學姐 這個學姐呢 她就帶我去中山區 台北市的中山區 我記得我們那天 拜訪了四到五個里長 然後 拜訪以後 接著就這樣 那因為有這一次的經驗啊 我就大概知道說 欸 就是 拜訪里長的形式 大概是這樣 然後 也不曉得後續的結果 會怎麼樣 但是 就是感恩這個機會 我就想說 那如果是我自己 我要怎麼做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來告訴大家 我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從遊覽車 我就設計說 我這樣一套坐下來的 就是遊覽車接引的六個步驟 那 好 一開始應該是說 我在接觸 第一個 第一場的時候 在去年的 12月23號 這場遊覽車接引的時候啊 我那時候就想說 到底應該要怎麼去跟里長講 里長才會知道我所要表達的 那因為通常我們都會給海報嘛 然後 海報以外 有沒有什麼文字 可以告訴里長說 我就是要找人家來參加 對 然後也很機緣巧的 當我這樣訊息發出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我們家的那個電梯的公告欄 上面有貼了一張 類似這樣子的 他講的是 你們要出去旅遊的時間 還有景點 還有報名時間 然後還有招覽人數 你知道嗎 他們要招幾輛遊覽車 有七輛耶 然後 我看到這個七輛 我眼睛都亮起來了 大家看到會不會眼睛亮起來 如果都來參加超馬的活動好不好 好對不對 所以我就看到都覺得超開心的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去拜 就是他們登記的當天 我就把我的這個DM還有導師的海報 然後就去拜訪里長 然後就跟里長講這件事情 那後來里長說 他願意幫我貼海報 然後我就說 那這個報名表就是也可以嘛 後來他說沒有 你自己來喔 對 他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也許宗教或是政治方面 所以他就會有一些語歷 那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那因為後來我知道說 他們是什麼時候要出遊 所以我就是再把這一張這個DM 然後再加上我們天園的DM 就釘在一起 然後請里長幫我在他們出遊的時候 發給這七輛遊覽車的乘客的里名 然後讓他們知道這件訊息 好 然後接著我就定了一天日子 然後希望他們那一天 里長也很好 他借我巡守隊 借我辦公室 讓我就是可以讓里名來登記參加這樣 那大家知道我的第一天啊 有幾個人嗎 來報名參加 七輛遊覽車的里名喔 都有收到這個訊息 讓大家知道有多少人來報名嗎 幾個 蛤 十個喔 欸 跟你們預估的好像都差不多耶 還更低一點喔 當下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耶 欸 七輛遊覽車怎麼才來這幾個 而且那些來報名的里名都會說 啊 怎麼這麼少人 我休息會很多耶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也是一樣啊 我也是休息很多啊 結果既然就沒有 可是怎麼辦 我還是想要有一輛遊覽車啊 因為我都已經跟立竹姐講 問瀏覽車的事情了 我怎麼可以這樣子沒有面子 而且我想要突破啊對不對 然後 所以後來那個就是除了里長以外 也有人介紹我去拜訪尋守 尋守隊 就是唱歌的 然後也在去拜訪那個 發展協會 然後 就是這樣子 大概 那一趟 我記得 十二月二十三嘛 所以四月份的時候 那一趟我還有去美國拉斯 所以其實我真的只有剩三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就要招買一輛遊覽車 那我真的也很急 可是我很努力 然後去拜訪 那大家知道嗎 最後我有沒有成功 有喔 對 所以我今天才會站在這裡 然後啊 後來 對對對 所以這張DM很重要 你們可以不用拍沒關係 可以來找我要 然後 是那個PA 就是內容 如果照相的話就沒辦法改嘛 可是如果是Word檔 你們還可以改自己要的內容喔 然後 好 那 接下來的話就是 第一個一定要帶著DM 導師的那個去拜訪人家 那第二個步驟的話 就是 報名表 第二個步驟的話是報名表 報名表的話 沒關係我們就是自己設計 因為為什麼要自己 就是可能有一些會有 如果需要 投保的話就會有身分證字號 那如果沒有要投保 就不需要留人家身分證字號 好 OK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車上的互動內容 互動內容這個啊 應該是說我的車長 因為我就打電話跟 車長講說 我們需要怎樣怎樣的內容 那車長就會說 好 那可不可以給他們一個表格 好 那結果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智囊團 就是我把它一一列下來以後 然後他們就幫我美編 然後幫我修飾 然後應該要講什麼 這個內容我也會提供給大家 所以大家需要的話 就可以給大家 那我就快速講過 那我就快速講過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覺得一個 有講真答 為什麼一定要有講真答 因為我記得我上 影韻長的課 影韻長有講說 如果遊覽車的人 來的人 不要當稻草人 為什麼 稻草人怎樣 有 沒分有體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他們 真的有把音樂會 把導師的東西給聽進去 所以我就會告訴他們說 欸我先透露題目給你們喔 你們要聽好喔 那等一下我們回程的時候 我會有有講真答 好 那第一首歌是什麼 最後一首歌是什麼 然後 台語主曲 然後 國語主曲什麼 這些 那欸真的欸 李明都很認真 真的就在車上 他就是會 會告訴你 而且我記得有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那時候 其中一個李明啊 我就說欸 台語主曲我好像有點漏掉 可是他全部唸給我了 那他是不是真的有進去聽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有時候可以 用一些方法一些技巧 讓他們真的就是 把他們認真的 帶到會場來聽課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喔剛好 對 那有講真答嘛 然後再來就是會 提供結緣書 對 那結緣書的話 因為我是在板橋地區 所以其實 我們還有一些姊妹的那個 比如說新莊的那個基因會 我有發DM給那個 然後也有板橋的那個 那個基因會 還有我們週五的基因會 這DM一樣都發給李明 那也請他們後續都是 加入到Line的群組 那我每天可能就是會播 密之音 然後或是點那個 嗯 福到你家 然後讓他們就是可以繼續下去 那當然這些人也有進到 有幾位也有進到 陸續進到我們的基因會裡面 來做學習 對 好那時間有限 我以上分享 謝謝 感恩 謝謝 那如果有需要資料的話 可以來跟我要 謝謝喔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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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